女人在谈恋爱时一直享受爱情的滋润 当爱到一定程度开始没有自我 随着恋爱的升温和时间的洗礼 男人和女人恋爱的地位有时会互换 千万可别不信 前段时间我参加校友会 一个学姐打扮时尚出现在我们面前 而我们惊讶的是 她最后没有嫁给我们熟悉的那个相处七年的男友 由于我们都是个高的女生 当年一起兼职做车模 学姐很少和我们一起胡吃海塞 而是每次都把赚的钱带男友吃好吃的 每次和她逛街的时候 她会不自觉的给男友买衣服 而自己总是看打折特价的衣服 她懂事的不花男友一分钱 并且两人花销基本都是她来付 有时我们笑她像懂事的媳妇 她也只是笑而不语 他们一处就是七年 毕业四年后谈婚论嫁了 学姐妈妈说装修女房出 结婚前希望婚房贴两个人的名字 毕竟房贷也要一起还的 学姐一开始对妈妈的言论很生气 但妈妈说如果那个男人很爱你 肯定会添上你的名字 可以测试他 对姐没有想到测试失败 男友说我父母出的首付 我做不到 男友说你出装修 你也住这个房子 为啥分得这么清楚 学姐后来沉默了两周 两人开始冷战 最终分手 学姐说当初两个人的爱情纯粹简单 一顿路边摊 逛一天街不花钱 也会感觉很甜蜜 如今要结婚了 房产证天明的事 让两个人分道扬镳 而如今的学姐 嫁给了大自己13岁的老板 我问他选的这个男人 是因为有钱吗 他说不全是 而是他婚前给我买了个别墅 写了我的名字 他告诉我们 他当初是找不到真的爱情 就嫁给了愿意为他付出物质的人 至少爱情没了 物质还可以补偿你的伤心 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有无道理 也许经历过的人 才得出了自己的见解 也请网友们下方探讨一下 爱情婚姻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好了 感谢收看蝴蝶视频 记得关注 下期见